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第五冊第一章有關相似型的知識 但是我們並不一開始就講相似型 這個是現在的數學教法跟幾年前 十幾年前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說 這一切的知識都是從推論來的 如果沒有推論 如果沒有證明過它是的話 那它很有可能就不是 所以我們在開始學相似型之前 要先來介紹它的幾個類似於相似型的 但是是它前置的知識 我們要先推論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要教的這一單元 我們叫做平行線截取等比例線段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的話 那麼如果我已經告訴你 第一會平行於BC 要請你試著去證明 A1比上BE 會等於AD比上CD 那可能進一步的我們可以說 A1比 如果你這個證明出來 其實透過比例的一個加法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A1比BE 比AB 其實也會是AD比CD比AC 就是你把它 比如假如我證明出來這兩個比例一樣 那我各自設R 那麼加起來的這個R的數目跟 這邊設A這邊設B 那麼加起來的這邊的A的數目跟這邊的B的數目 會約掉 最後這邊比這邊還是會A比B 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我們可以直接證明出來 我們就不用這個迂迴的方式寫了 來看看 如何說明這件事情呢 我剛才說 我們再看一次 乙枝 我們的乙枝是D1會平行BC 然後要來證明這一段比這一段 就是我 綠色的部分 這兩個線段和整條的比例 會和右邊 橘色的部分 這兩個線段和整條的比例 這三個連比會一樣 可以嗎 好 那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連接 D1B和C1 好 我們連接D1B和C1 這樣 那麼因為 因為 因為 這個D1 平行於BC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呢 因為這兩條平行 所以 B點到D1的高 B點到D1這條延伸線的高 會等於這邊延伸線的高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這個結論 所以 三角形 BD1的面積 會等於三角形 CD1的面積 那這個我們在 上個學期 就前面的課程裡面 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就沒有寫得很詳細了 要不然我可能會寫說 B點到D1線段做垂直線 BH跟CH' 這兩條會一樣 所以這個面積等於D1 乘上這個高 這個面積等於CH' 乘上這個高 那高一樣 底又一樣 同底等高 所以兩個面積一樣 我們講了講掉了 那 就是說我們後面也是一樣 已經學過的知識 就不用詳細講 那老師在教的時候 如果發現學生有 有一點點聽不懂 就 就補充這樣子 那我們就不每一個都補充了 那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推論到這邊 也就是這個三角形會跟這個三角形一樣 所以其實也可以推論出 他們如果一起加上上面這個的話 那 ABD 也就會等於 這一個 加上上面這個 就會等於 ACE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呢 來看這邊 我們現在來看綠色組合 這一條 這個三角形 我把它畫到這邊來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在這一組裡面 我們前面教過這個 同底等高的知識 我們說怎麼樣叫等高還記不記得 等高的話 底要在同一條直線上 而且他們會有同樣一個對面的頂點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三角形A DE 和三角形B DE 他們就等高 所以他們面積的比就會是底的比 對不對 所以呢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三角形A DE 面積比上 三角形B DE 這裡寫不下 所以說三角形A DE 他的面積比上三角形B DE 他的面積 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比 我們可以乾脆一口氣 這個 多比一個 大的三角形AB DE 這三個的面積比呢 他其實就要會等於 等於什麼 那我們剛剛說 這三個三角形都是等高的 因為他們底都在同一條直線上 都用同一個對面的頂點 所以說這三個面積比就會等於AE 也會 等於AE比BE 比AB 那麼剛才說了喔 仔細看喔 ADE比 ADE會等於ADE沒有問題 然後 BDE有沒有看到 BDE會等於CDE 也就是說 這一個 這一個 會等於這一個嗎 我們剛剛說明了 對不對 因為他平行 所以 這個等 同底又同樣都同樣的高嗎 還記得吧 那他又會等 在筆上 ABD 這一個 會等於這一個 這個 我們剛才這裡也寫了 會等於ACE 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等於這個的話 一起加上 一起加上上面這一個 好 那所以這裡的筆呢 在左邊這一組的三角形 那在這裡就多介紹這件事情 就是說 學生也罷 老師也罷 我們在說明的時候呢 適度的把三角形拖到外面來看 如果你還不熟的話 就把它拖出來 然後你只畫你要的部分 其他的就不用畫了 這樣子會更容易看出 他們之間的關聯 那當然你假如熟的話 不要每次都依賴這個 還是 還是要讓自己培養 試圖的能力 會看圖的能力 那所以這裡這個 三角形ACE呢 他這裡面 ADE比上CD 比上ACE 就會等於 AE AD 比上CD 比上ACE 可以嗎 那我剛才說的嘛 既然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所以他其實是一路等下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 最前面再加一個等號 好 這兩個圖不看 可以嗎 那我現在就取得了 這一條會等於這一條 對不對 寫在下面 那 你看 AE 比BE 比AB 好 寫錯 AE 比 AE 比 AE 比 AB 就會等於 A珠 比 C珠 比 AC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麼我們就證明了第一件事情了 可以嗎 證明了第一件事情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證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剛才比的都是側邊的 對不對 那其實呢 我們還可以同時比 底邊 也就是 D1跟B C本人 這兩條平行的線段本身 它的比例其實也會符合這裡面的一組比例喔 你覺得哪一組呢 那這裡要特別的注意 D1比BC不是AE比BE 而是 AE比大的AB 那如果我們在後面學了三角形的知識的話 這件事情會更容易想像 就是說 它是一個小三角形 ABC是一個大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的比例 編長比例會一樣的話 那所以是小三角形的邊比大三角形的邊 小三角形的邊比大三角形的邊 當然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這個 相似型的概念是必須要從這裡推論過去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拿 相似型當理由 說它會成比例 但是就是讓你了解說 比的時候是這邊比這邊跟這邊比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證明 只是讓你更有概念 透過這個三角形的造型 更有概念 這件事情更有概念 那麼來說明這件事 這個證明要延續著前面的證明 就是說我們沒有要 沒有要從頭證明一切的東西 從前面這裡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對不對 那麼延續著前面的證明 乘上 我們前面這裡標到 12 這個3 這樣子 所以這點4 乘3 所以我們要延續著前面的證明 可以嗎 然後我要 過D點做一條平行線 這條平行線做下來呢 我叫它 F 過D做 DF平行於BE 可以嗎 過D點做BF平行線 那這個平行線怎麼做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要做平行線的話要做同位角 所以留下合理的尺規做圖 因為我要過D點嘛 所以我其實呢 嗯 在這裡複製這個角 過D點 對 然後 這樣複製這個角 拉過來這樣子 那複製同位角 做平行線 好做好了之後呢 因為這條平行這條 那延續著前面 說D1有平行BF嗎 這是題目給的 對不對 以至D1平行BC嘛 所以呢 此時呢 這個B1DF為 平行四邊形 可以嗎 那平行四邊形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D1就會等於BF 接著 那因為這條又平行這條啦 所以又延續著前面的證明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 四從這裡 乘3 就是說我們從前面 前面那一張 證出來的結果 當這個有平行這個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段比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比這一段 那如果這一段比全部 就是這一段比全部 看得出來吧 所以B乘3 乘3 BF比上BC 就會等於AD 比CF 那因為我們知道D1會等於BF嗎 所以 喔 這樣就證出來了 D1比BC 就會等於 這個AD 比CF CF OK嗎 不是CF 更正 AD比AC AD比AC D1 這一段 這一段比全部 是這一段比全部 這樣OK嗎 那於是 來 我們就整理到下面這一個 啊 看這裡 A1比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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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比D1 A1比AD比D1 對到的就會是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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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是不是證明了 D1比BC會是 A1比AB 也會是 AD比AC 所以我們剛剛證明到這裡 那就可以推回去 A1比D1比AD就會是AB比BC比AC 那就用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取得了 就是說如果他有平行於他的話 他有平行於他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證出來 這個三角形的三邊比跟這個三角形的 三邊會成一個固定的比例 然後或者是說兩邊兩邊兩邊都有一個比例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要做一件這個 很有意思的花絮 那我強烈的建議大家按個暫停 在我說明完題目之後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 怎麼樣的一個花絮呢 我們剛才是證明我已經知道他平行了 請證明這個比這個是這個比這個 諸如此類的 那現在轉過來我如果已經告訴你A1比 B1 會是A珠比C珠 能不能反過來幫我證明D1平行BC 這是一點 然後 另外一點 一樣 我已經告訴你的但是我這次不是告訴你這邊比這邊 我不是告訴你側邊比 而是我們剛才的第二張 怎麼樣我告訴你的是A1比AB呢 A1比AB呢 有等於 我應該要 著色失敗 我把小的都著綠的好了 我說A1比AB呢 他結果他有等於 D1比 BC OK 這樣子 如果我告訴你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的話 能不能回頭過來證 D1有平行BC 按個暫停 想一想 按個暫停想一想 因為這一集要介紹很多原理啦 所以我們就不閒聊了 那麼希望 剛才你們有按暫停 先進行推論 試著證明看看 因為這個證明還 蠻有意思 尤其是第二題 那我們來看看 真的很有意思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 怎麼證明他呢 其實在第一個問題裡面呢 就是把我們剛才的第一張 的整個證明流程反推回來 這個 這個證明流程 把它反推回去 所以你現在是先告訴我的 這個比例 A1比B1會等於AD比CD 對不對 那我一樣 我為了要證明我要取得 剛才的那兩組三角形 所以我連接 BD和CE 連接BD和CE之後 因為 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 所以呢 就透過這個反正 你看我們交這個反正 就順便複習剛才的那個 證明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 這一個 跟 跟 大的 對不對 這個跟 大的就會等於是這邊這個跟 好 整個大的嗎 對不對 這樣子 那這樣子 就可以得到 Ade 比上 Bde 等於Ade 我們是正 我這邊是寫這個 Ade Ade比上Bde 就會是Ade 自己比上cde 那就可以知道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嘛 所以就會得到 Bde會等於cde 好 來 所以我們得到了 塗顏色塗深一點 這邊這個紅的 被塗 塗滿滿的這個紅色跟 這樣會是什麼顏色呢 這邊這個 黑黑的綠色 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一樣 那麼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同底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一樣 因為同底 如果我做Dx 垂直bc 與x 那要怎麼過點做垂線還記不記得 過這一點 畫一個弧 適當邊長 畫一個弧 畫一個弧之後打交叉 中垂線 這樣 那我在這裡也做一個垂直的 一般在證明的時候不會那麼 要求一定要有磁規作圖啦 OK 那只要這兩條都是垂直了 之後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垂直同一條線嘛 所以 Dx 這個這個地方是x 這個地方是y 這樣 那Dx一定會平行1y所以 做這兩條垂直線 這樣子Dx一定會平行1y Dx平行1y因為剛才說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面積一樣所以高一樣 所以Dx又會跟1y一樣長 又平行 又一樣長 所以他是平行四邊形那因為他又直角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知這個 D E Y X V 橘形 或者說平行四邊形 但是我們可以乾脆直接講矩形 寫平行四邊形好了 平行且等長 因為矩形對我們來說 沒有用 A平行四邊形 那 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們只要有平行四邊形就可以怎麼樣 對邊平行 D有平行xy 也就是說 D有 平行bc 這是剛才的這個證明 那剛才的另外一個要反過來的證明是 我給你這邊比這邊 等於這邊比這邊 或者說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 是證明這兩條是不是就會平行呢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也是跟剛才有點像 我們先做過 過E做EF 平行AB 交BC與F 我們剛才 剛才前一集 這個我都建議你們可以 按個暫停把這些證明 抄到筆記本上 那事實上我都會叫我的學生抄到筆記本上 我們上課的所有東西你們覺得重要的操到筆記本上 操到筆記本上 就是讓自己在操的時候順便想過一遍 過D點 過D點 做DF 平行bc 交 平行AB 我剛才忘了寫這個 交交點 交BC與F 這樣 就是有點瑕疵啦 沒有交代的很完整 所以補上 超超過超過一遍好像是有點印象 讓自己有一個印象然後讓自己 利用抄的時候整理這個姿勢很多東西其實不用背 但就是你花個力氣把它寫過一遍 整理自己的筆記 OK 我做了這條線 會平行他然後交在這一點叫做F 這樣子 那麼這個時候呢 此時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證明過了如果這條平行這條的話 AE就會 AE比上AB就會等於CF比上BC 就是剛才的這樣的證明 OK 那這個時候呢 要注意喔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有跟這個平行 我們不知道喔 不知道 但是題目跟我們說 題目跟我們說AE比AB會等於DF比BC嗎 把它抄下來 這題目講的 對我們是要利用這個反正他們是平行的 OK 抄下來你就會發現左邊都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 左邊都一樣 所以右邊這裡 CF比BC就會等於D1比BC嗎 BC又一樣 所以很明確的這一點很重要我們會得到 CF會 等於D1 這一切就很像是剛才的那個證明只是 流程倒過來 那我為什麼說這題很有趣呢 因為所以呢 所以 這個有跟這個一樣長 那麼是不是我們剛才最後是說 我們剛才的過程中是不是說他是平行四邊形 他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取得了對邊一樣嗎 我們現在是取得了對邊一樣對不對 如果我們可以說明他是平行四邊形 是不是就得到我們最後要的這個 D1有沒有平行這一條對不對 所以說 D CDEF 為平行四邊形 錯的喔 錯的 為什麼錯的 如果你有自己試著做做看 不知道有沒有做到這個結果 那 如果你沒有做做看的話你現在按個暫停 就在這個畫面裡面 看著這一個 證明的結果 再給你 10秒20秒的時間 想想看他為什麼是錯的 如果你有 你有仔細想想的話 我們這一切推論我最後要取得這個平行四邊形為什麼不可以 在做圖的時候我已經講了 EF有平行CD OK的 然後證明的過程中我又證到了 這邊有跟這邊一樣 OK的 這都是肯定的 那最後他沒有平式邊形為什麼 因為 一雙對邊平行 而且有一雙對邊相等 不是 平行四邊形的充分的條件 要 這一雙對邊平行而且就是他們相等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上個學期平行四邊形那一張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 這樣才是平式邊形 如果一雙對邊平行 有一雙對邊相等但是是另外一雙的話呢很有可能他其實是 我如果在這裡做 出了一個等腰 這個可以 這邊也會跟這邊一樣他是等腰梯形 他不一定要會是平行四邊形 對不對 我如果今天 我的D其實是在這裡你的這一切都還是會正出來喔 這個跟他平行 推論推論推論發現這個跟他一樣長 但是他沒有平行 所以這個沒有 所以這個證明 我剛才要你們試著做看這個證明 其實是正不出來的 無法證明 那為什麼要叫大家做這個無法證明的證明除了為了提醒你 一雙對邊平行另外一雙對邊相等不是平行是邊形之外 其實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在這裡預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後面學到相識形的時候相識形有一個性質叫做SAS 相識他就是在講剛才的這件事情 左邊這 兩個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如果有 這一邊比這一邊 會等於這一邊 比這一邊 這兩邊比一樣 然後又有一個角一樣 這個角在 剛好是他們的夾角 所以叫SAS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他會是相識三角形 可是如果他的這個角沒有剛好夾在中間 像這一題 你還是有一組比例一樣嗎 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 可是結果你 還是有一個角一樣啊 還是有一個角一樣 在上面這裡 角A嘛 那可是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角沒有夾進去 他就不見得是 像是三角形 那 像這樣子的證明 就讓你知道說是真不出來的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